恭喜恭喜 湯振業和前妻姜坤的大女 湯外家正式成為人妻了 她穿起婚紗就像仙女下凡 而新郎哥也很高大有型 湯振業的老友三哥和劉嘉玲都有到場 而劉德華就有拍片祝賀 湯振業在圈中出名的多仔公 一家盛產靚仔靚女 她分別和前妻廣州的紅顏知己 和現任太太有六個子女 而現在她就和小二十五歲的太太 和一對雙胞胎女女定居在內地 提提大家香港01號食玩飛頻道 有很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 最重要是有Trip.com的獨家優惠碼 無論是訂深圳還是日本酒店 都可以省成5% 連結放在資訊欄精打細算的你 不要錯過了 1992年李文彪在無線的台慶表演 因意外導致半邊身癱瘓接近半年以上 都因為不滿公司的處理手法 而沒有和無線續約 最近她和老婆胡英文 出席密翠嫻愛女的婚禮時 被問到和無線的關係 她就這樣回應 其實這方面呢 那一代呢 層次的人呢 已經 過去了 不是 轉了 其實很多都轉了 全部工作人員 很多都轉了 是另外一個班底 當然啦 智偉哥 我們其實 因為本身都是武師工會的 阿嘉樂那些都這麼熟 如果有機會的 那就是 最多無敵掌門人玩一玩 還有每年 差不多武師工會 過年 我們都幫我們唱歌的 哈哈哈 所以關係其實都是很好的 是呀 早兩年那次還是怎樣 我們一路都有唱 剛才回到大陸去做熱唱 還有智偉哥聽 是呀 有用唱 所以關係都OK的 現在是 開心的 好的 開心的 日前有網民發佈了 龍亭在今年5月 出席萬眾同心 公益金記者會的片段 當時他都還未被踢爆 和帶他22歲的已婚演唱會製作人 邱阿葵 在車廂Hello Kiss的風波 而他參加中年號聲音上位之後 人氣勁到被粉絲包圍之餘 還有瘋狂粉絲 摸他背部 和捉住他不放 似乎想和偶像打卡 被人圍著的龍亭似乎就表現得很無奈 隨後又極快再展現笑容地離去 有網民就留言 說他疑似露出嫌棄銀臣 但被瘋狂粉絲觸碰身體 令他受驚不滿都似乎合乎情理 而片段下的留言 都仍有網民提起 他和邱阿葵的飛聞 看來他要走出是非 重建形象 都需要一段時日 星女郎王姓姨和負相老公楊子結婚到現在17年有兩個兒子 然而在人前幸福的他們 原來婚姻早已出現危機 近日他們一起錄製綜藝節目 王姓坦誠受不到好像被捆綁的生活令他有離婚的想法 還表明目前兩個人處於婚居狀態 在節目中他們被安排住在同一屋簷下 在見面時就好像顯得很陌生 另外在玩遊戲時問楊子最怕失去什麼 王姓姨就笑話是淺 楊子表明不是 說我最怕失去對眼 因為我畢生的愛好就是收藏 而他的答案竟然不是另一半或者家庭 也引起了網民熱議 根國僑雄之懸崖一眾演員 這一日出席花車宣傳活動 這次是黎耀祥和胡定欣第八度合作 他們都說合作有火花 私底下我們都是朋友 那變相是我覺得那個信任和信心 其實你很放心跟長國溝通 兩個溝通 我覺得反而是一件好事 是啊 因為做對手是一對的 信任沒有關係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都說小都有肌膚之親 或者有些爭吵 或者吵架 或者甚至會拉拉扯扯 大家熟悉就不會有就住就住的感覺 很多人都有疑問 為什麼黎耀祥的角色名 由柴狗變成柴十七 原來有玄機 因為這套戲其實是在疫情的時候構思的 開不開拍到也不知道 所以彪哥就取了這個 這個《易經》八十一里數的十七 我問過他 在《易經》中有八十一里數 其實十七是代表什麼呢 堅定不移 勇往直前 所以我覺得他很有寓意 當然 為何同樣姓柴 其實他也是有點情意結 以及也想喚醒觀眾 即是小小的情意 最近六十歲生日的 外國藝人曹永廉 近年相當用心發展內地市場 除了拍戲之外 還做了Hackball介紹美食 經常都帶網民去內地不同地方探店 在內地的人氣都不錯 不但受到大批內地粉絲的喜愛 還多了一班年輕的粉絲支持他 日前有網民就偶遇曹永廉 大讚他本人和電視劇中一模一樣 輕聲細語 繃繃有禮 一眾網民都紛紛留言討論 大讚他好帥 說完全看不出他六十歲 還說他笑容滿分 極之親民 中例期的大女Isabella 在半歲大的時候 確診患上罕見基因病 四號染色體缺損綜合症 曾經被醫生診斷斷言 她行不到路 兼且過不了兩歲 不過中例期多年來 對女女悉心的照顧 令到Isabella一直都健康成長 現在她已經十四歲了 一前中例期就一起 和她參加學校的運動會 片中可以看到 Isabella從坐行支架站起來 還在運動場的跑道上 由老師的葡萄底下 一步一步向前走 中例期一邊拍片 一路育緊為女女立行歡呼打氣 場面感人 中例期曾經表示 在女女Isabella五歲的時候 就開始教她學走路 但由於她不能夠自己平衡 需要靠坐行支架走路 所以這次她可以自己走到路 真是相當之聰明 做馬主一向都是身份象徵 繼前天氣女郎黃宇曼 但2022年加入馬主行列 曾經有新聞女神之稱的周嘉儀 今年亦榮升馬主 據知養馬費每個月平均要6萬一 並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擔 黃宇曼自從2009年開始擔任 無線天氣女郎 2010年離巢之後 2014年嫁給會計司機馬主馮柏基 婚後生了兩個女兒 黃宇曼和老公都市賽馬在家庭活動 限時黃宇曼又會坐私人遊艇出海 又會打高爾夫球 而師妹周嘉儀雖然未婚 但她離開主播界後 轉型做金融界女強人 除了月珠月豪之外 她竟不時在社交平台分享優質生活 現年63歲的資深演員吳亭葉和梁朝偉 周星馳和吳鎮宇一樣 都是無線第11期藝園訓練班出身 當日偉仔和劉嘉玲結婚 她還做首席伴郎 吳亭葉80年代開始效力阿斯拍劇 在《我和姜思有約會》系列裏 飾演唐本真吳一角深入民心 離開阿士後她不想發展 到近幾年為了照顧年紀大的媽媽 決定回流回香港方便照顧媽媽 兩個月前不停替曾經傳緋聞的張文遲宣傳 見她的樣子好瘦削 身體狀況野外界關注 她近日再度現身有人的生日飯局 見戴著鴨嘴帽的她被之前再瘦了 軟墊進去頸上的青金明顯 明镜与点点栏目